全球热恋活情特辑 最意外的小伙子谁比我狠 嘎嘎给你买车 你属于大原型的狠 最意外的小伙子谁比我快 不是蚂蚁内我没怕过谁 我预祝你家人我只能开枪 最意外的小伙子谁比我狠 赶紧给我优势 最意外的小伙子谁比我猛 兄弟们上 更多意外就在本周节目嘎嘎好看 Zither Harp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游民一整形冠名播出的 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全程热烈 我是主持燕子 欢迎现场所有的观众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欢迎欢迎 谢谢 谢谢 我们掌声有请 是这位可爱的姑娘 来 有请她们 相信爱 努力爱 期待爱 我想我一看恋爱 我相信我有一朵月底 欢迎想给我回家去 我相信爱 努力爱 期待爱 我想我愿意谈恋爱 我相信爱你 爱期待爱 我想我愿意谈恋爱 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 大家都叫他段老狠 来 掌声有请段老狠 全程热烈 东北野儿就是吧 让我中落 要转头上 大家好 我叫段宗奎 今年28岁来自吉林省长岭县季宝山镇 我的爱情宣言是滴滴稻草丐汉 是苦耐老把活干 办事很是没得说 嘎嘎给你买车 我就没见过这带这家伙子上来的 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主持材 没有画白痴下笨 我能存里面 这是纯绿色的呗 纯绿色 白痴是这个 滴老狠呢我跟你说 这么多小伙子带礼物真是 你是最狠的一个 你属于大圆形的狠 你要打算把这一车东西都咋消耗了咋分配 我想把它送给咱们栏目组 送给你 是送给王哥 那你不知道这下来 送给谁 送给你叫别人 哎呀你说说 他不但很大实惠 我说送哪儿送栏目组 跟姑娘没啥关系 你送姑娘们是吧 来 推车送去吧 想我这边来 想我这边 这边 我因为你是最聪明的一位 谢谢 哎呀你看这学姐 你现在听别人夸我了 哎 最聪明了 好 好 来拿吧 自助似的 嘴片 对我优优独播 好吃的 啊 哈哈哈 好 我帮你点好话 他们都不向着你 这个质子特别好吃 你拿去给 应该最漂亮那女的一个 谢谢 我得先留吧 其实楼狠 我一直想看看 你把那颗大马 你家都是家里园子的 是不花钱 但也不能不要了呀 小二啊 能吃小二那个 小二 那个 小二 你刚才人家没告 你那质子是给谁的 你拿去给 应该最漂亮那女的一个 谢谢 挺我喜欢的人的 我一直觉得是要给我 我等人呀 盯半天了 你见见我也是 见见跟你没啥关系 好吗 行 咱留着这柿子来 这柿子留着 来 拿着啊 等会就给你喜欢的姑娘 先看一下谁最招的鞋 看一下吧 怎么了 怎么还有声呢 厂上16个姑娘 对我们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谢谢 来 接下来小伙子 根据你的感觉 最少灭一盏灯 对吧 这一盏子也帮我拿下 好 小伙子 灭我吧 灭我就都给我了 来 接点 拿点 你这是什么情况 对不起 对于自己对你带来的伤害 我身比较歉意 好 来看小伙子第一个短片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叫段崇徽 今天28岁 我就是个地道的女生人 啥玩意我都敢痛苦 吃鞋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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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呀 每个头吃的 好 来 给我吃一个 但都不是事儿 我家这床这梯子 都是我吃的 这房子和汤 都是我设计筒够盖的 我身上有个特点 干啥都很 是为了18袋够了 我坚决头20袋 我妈想吃鸡爪子了 我买一袋子 五六十个 一次让它吃个够 就因为这事儿 我妈还给我起了 外号就多乐很 这孩子 我喜欢卖这么些 真的吃了 就因为我干啥事儿都很 是我妈都没有同意的时候 我就是主意证 尴尬 大伙 我看你这短片当中 说那个 刺个床也给刺 刺个梯子也给刺 你还说不是事儿 这也不是事儿 那也不是事儿 几横过日子能行吗 朋友之间有啥事儿 帮忙还能说不刺吗 那都找你咋整个 就这习惯都这样 都找我就都刺呗 有一天咱俩结婚了 我说这也不要钱 那也不要钱的 那咱家靠啥活着呀 有些时候吧 你也得用着人的时候 不可能求不到别人 但是别人用着你的时候 用着我的时候 我是尽量帮忙你 支持你啊 我就觉得好像听你一说 刺个刺个好像都好像可简单了 你多少时间能刺出来啊 我一天最忙的时候能刺出俩 俩 俩啥 俩床 俩床 一天你就能刺俩床出来 对 但是说丑是挺简单 但是成绩的必须一步步走 尺寸的卡正了 不然刺出那床老磕着了 那你就是你刺出来这个床 跟人家卖那个床 你是有啥区别呢 就是很是 那一个床刺完了 它卖多少钱 你那成本刺完了多少钱呢 那个成本 把几六一个成本 你要二百块钱 再加手工得三百多吧 就是在别的地方刺 对 在别的地方三百五下的 就不错不错 靠面子 那你这呢 在我这儿 也就是一顿饭玩这儿的 就是你也不给 他们不 你给他们准备料子呀 料是我跟他们去进去 上那个卖料的地上 你还亲自陪你去进去 我去跟他进 进完的时候我下料嘎 那死 手工钱是一份不要 但是我处理都得拉好 最后混沌饭吃 也算是吧 别人刺的梯子 一般也就是燕子这样的 敢往上上 但你刺的梯子 就小二这样的 也没问题是吧 对 她俩上去也没问题 来 十三号叫甜甜 夏华 你说你笑容那么黑 你妈要吃鸡爪子 你给买好几十个 我看你呀 根本就不是想要你妈吃 够是想要吃顶肉吧 我不是想要我妈吃顶肉 但是吧 以前妈妈家庭条件不能太好 有些时候我妈舍不得吃 现在家庭条件好了 就不差吃 好 以前家庭条件不好的时候 你妈跟你念叨过吗 说愿意吃鸡爪子 一点没有念叨过 有一回我在送眼大公回来的时候 我啥也没给我妈买 我说回来的时候太着急了 我说妈我啥也没给你买 我说你想吃啥 你说我上鸡包你买 什么我买完你再补了吃 我妈说我就要吃鸡爪子 我上鸡包我买回来三十个回来 我妈坐在那 坐在那一口吃了是一次吃了四个 我感觉心里太不得劲了 我说我妈 你咋不找这生 找这生我是早给你买 要你吃够的 作为一个儿子 能要 母亲得意啥喜欢啥都不知道 也算不算是说太个好吧 不够体贴吧 爸妈品的有的时候 不是这东西本身 就是鸡爪子那味儿吗 她品的是儿女的一份孝心 惦记 是不是 是的 真笑的 好 来看小伙第二个感觉 我这人吧啥都敢干 就是不敢出对象 这小伙该啥都提脸 就不会出对象 可愁了他眼泪 说起来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愁 当时啥都敢等 一见着姑娘咋就傻子了 快留个表哥表哥 嗯 吃饭 来吃饭 话也不会说了 活也不会干了 眼瞅着一个个好姑娘 都被别人领走了 我也就靠边炸了 我现在找媳妇 不能找像丽莹那么口的 男人花钱干事就得冲点 咋还能控制呢 我喜欢学姐和安娜那样厉害 找媳妇就得找这样 能往长远来看得懂突出 我三十岁之前坚决不找二婚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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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能到他们那不行 找爷们儿娶媳妇 不就是娶到自己家了吗 那你把我娶到你家像花吗 来 十二二男 其实我想说我性格挺好的 不是说那么练 只是说话就是习惯性就是跟农子 就是大撒门子 就是这种 他们都不会有性格 二男呢你就敏感了 不是人家小伙说 烈的意思就是能的 说你娶个能的媳妇 就是意思你娶个烈的媳妇 我是这么想的 是的 证明你们不怂 是吗 一个女人 不说能上到天堂吗 起码得下在厨房 她的啥子懂 你还要往天堂上啊 上过去 哈哈哈哈哈哈 来 十四号的一样 就特别就像你这狠 狠狠狠狠 正好克制你这样 你们啊 我就抠点 有啥子 那现在说我要不抠 和你要狠是狠劲的 我一月两千块钱 我咔嚓一顿饭 今天发工资 晚上咔嚓一下 就狠狠狠是给下没了 那我明天就得和我爸上街要饭了 我没办法不抠 我一月两千块钱 我再交房租 我再不抠 我以后的生活 我没办法活呀 我看这些过热的十八号手 但是吧 我就不喜欢太口骨的 对 还是 我对讲 我花钱就比较大手大脚 不在乎那些事儿 钱不是说是口骨斩下来的 而是挣来的 只要你能花多少 你就能挣多少 好 我跟你说呀 老话讲的特别好 吃不穷 穿不穷 算计不到就受穷 你妈跟没跟你讲过这话 说过 你来之前 你妈跟没跟你说过 要找个啥样媳妇 说要找一个能过日子的 能管住我的 过一天 你看看 那你听你妈的 还听你自己的 听我自己的 那你想找的那个跟你妈 想给你找的那个矛盾吗 差距不算太大 是 你没看她想找个学姐这样 二男这样的 就这样的媳妇 绝对能管住她 那是啊 就是学姐和二男 要是比丽莹太抠 她也认了 学姐和二男这样的 要娶进家门 我们家老韩给你撕的床 敢不给钱 你想要的 是不是就这效果 是的 场上是十六盏灯都灭了 接下来小伙子爱咋咋地 才有一个反转的机会 老韩啊 在这环节可以狠一点啊 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狠起来 我想把二男请接台 来 掌声有请小二男 掌声爱努力爱情爱爱 我想把你拍恋爱 能够情络要替我愿意 而想跟她回家去 其实全程热恋 我已经观察很久了 我已经 我就想 我就想找你这样的媳妇 回家过日子 好 虽然我家是农村的 但是我感觉我家庭条件都可以 什么都不如别人杀 我感觉我咱俩在一起 今后的日子 我能让你幸福快乐 不要说虽然我是农村的 因为我找的就是想找农村的 那个怎么说呢 如果要城市里 请问我还不去呢 所以说我喜欢农村 而且我感觉在农村也是一种骄傲 我从来没感觉说农村不好 这个就是绝对的 请你跟我走吧 好 好 好 起来了 到前面回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 每个夜晚都在我左右 每个黄昏 每个黄昏 心里的灯光 是你无限的温柔 每次面对你的时候 不敢看你的双眸 也许太大的幸福给不了你 但是我只能让你今后日子里 比任何人都幸福 啊 拥抱着你oh my baby 我看到你在流泪 是否爱我让你伤悲 让你心碎 拥抱着你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 总是是我苍白憔悴 伤痕累累 你起来了 我觉得挺累的 这个身高绝对不行 虽然你很优秀 而且你也很能干 但是你这个身高对我来说不行 我接受不了bui 真的接受不了 对不起 你起来吧 那把这身体接着吧 那你站着给我吧 这是友谊的吗 这应该是友谊的是吧 这友谊的接着吧 谢谢啊 谢谢啊 拥抱着你oh my baby 我看到你在流泪 是否爱我让你伤悲 让你心碎 拥抱着你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 哎呀 你说这多老狠啊 真是个实在小虎啊 要吃床能吃床 要吃东西 加给买一码袋 就凭他上场 推车这个绿色食品呢 就能凭意外指数两个行啊 这接下来的小虎呢 就要找最温柔的补名 我还想怎么温柔 叶子 叶子你这么长行吗 你这么长我 这长得浑身都是汗呢 叶子 我干嘛 这么长点去嘛 我去不就了 现场pk小二 不知道拥点啥呢 还撩下来了啊 咱回来看看 多意外啊 全程热恋砸心一季火爆开场 一号织女许吴迪 四号甜音教主小甜甜 五号摔跤女神黑门 八号长腿美女可心 最好看的相亲节目 就在砸心一季的全程恶恋 没有对象呢 还等啥呢 赶紧赢呢 这位小伙子每天都会经受上百万的现金 来掌声有请他 全程热烈 全程热烈 大家好 我叫陈绍阳 来自吉林市 永极县 我的爱情例It is 嘎嘎嘞的我 倒贼文章的你 台上16位美女 你们是吗 来看一下16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 看好了 厂商16个姑娘 对我们这位小伙子的 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谢谢啊 谢谢啊 看 多给你信息 接下来更地好好表现了 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 最少灭一盏灯 可以开始了 不好意思 来看一下小伙子 怎么一起来办 大家好 我叫陈兆阳 今年26岁 来自吉林市 永济县口前镇 目前是一名武装压医人员 我呢是一个那个性格比较开朗 比较惑惑的一个小小男孩 我也没什么穷事 之前想的这么稀巴巴的 我的同事有的时候 我是傻呀 你也好 我说我不认证这个 只要我能把我身边的朋友 跟同事 逗得他们开心就行 十两号 佳美 那个小伙子是做押韵的是吧 对 你这小体格 你别说 你别说跟我捂着了 你跟二哥都够呛能捂着过 那你帮我拿一下 我帮你拿啥 你要干啥 我说要我跟二哥招了招了吗 啊 坏你 坏你 不是 那佳美吧 就是那么说那么一嘴 你真当真了 你能脂巴过人家吗 二哥 这下子呗 你脂巴不过 他将近三百斤呢 我一百二十多斤 反正也不能说是愣着人 他毁你俩都能毁了 两个半多 一下今天完毁了 照亮照亮 哎呀呀呀呀 不是你先说说 你们武装押韵员 平时是不是也强化训练的 我们是每周必须 去练 是勤打格斗 这是必保的 你们一般武装押韵什么东西 钱财黄金 那一旦要发生危险的话 你们应该应急是怎么办呢 直接几笔 二啊 你好自为之啊 来 来小二哥 来小二哥 来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你咱俩 你咱俩这几步走得这么沉重呢 啊 那小果子说 他每周都练习琴拿格斗 啊 而且争议有一套 以下号 他只要不拿枪 我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 行那接下来你俩要咋角逐啊 以前比武嘛不都是有个绣球啥子嘛 啊啊 那个你就拿一个东西 我们比武然后谁得到那个东西就 就算截止 好吧 啊 我明白了 我们拿个啥 你给我整个缘分天使吧 对 这行 这绣球 这绣球行 来呀 太盖了这个 是不是 行 啊 就是这个了 然后你们俩谁赢了 谁拿到手里了 谁就赢了 行吧 啊 你们俩上这个格斗这位置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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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结果我都想到了 小二要是不玩点赖 那不太赢过人家的 你看走走去了 但你别说 小二要大起鸽子跑过来了 这么快呢 而且我还得说这小伙 你说你聚他干啥呢 姑娘们还在屋里等着你相亲 你来干啥呢 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在这等吗 直接请下一个担家不一 全城热恋杂心一记火爆开展 二号就爱撤同帅哥的王月 七号不要踩礼回农村的堆 九号韩国妹子刘因子 十号卡龙姐周哥 十六号十六姐好家美 最好看的相亲节目 就在达心一记里全城热恋 没有对象的还能打的 赶紧赢吧 有没有这么丢人呐啊 有没有这么丢人呐 真是 我可跟大家说 我从来没见过小二跑那么快 不是 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在这等吗 直接请下一个男嘉宾吧 这小伙子也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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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小二啊 小二你也就这下场了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见你跑得那么快 身中一样 啊 这有美食招 我要吃鸡腿跑 我脾胆还能快速两秒 你都跑成那样了 你关键时刻 你得负重 你得减重啊 撇啥 我也不能撇鸡腿啊 你看到底让人家把这个 把胜利的果实拿到手里了吧 咱 咱 事先 咱可以看回号 啊 话是这么说的 谁先拿到 谁先 我靠你 五十蚂以内 我没怕过谁 但五十蚂以外 我谁也跑不过 我吓你 谢谢 谢谢 谢谢二哥 不是我问你啊 小二如果真是跑了 你会一直追她呀 必须的 啥时候追到为止 多亏小二跑得慢 这要是向十号要跑出去的话 那谁知道你会追多久啊 女足的 十号女足 那我服了 那那 没预处这样事的 我也 我预处的都是小二哥这样事的 那我预处女家谁 我只能开枪了 不是 那你要多开枪你 你别拿职业习惯你看她 你就是遇到这样的姑娘 招是习恨 你开枪干啥你 抢我 抢那个捆毛了 不开枪 那不 完了吗 我们的职业保护的是国家财产 及人民的财产 我既然干这行了 我就应该去爱护 呵护她 无论是任何一个人 就是触犯了这个法律 毫无容易的 必须击毙 来看她的第二个短片 一起来看 心中女嘉宾喜欢是温柔型的 不喜欢女汉子型的 像咱们八号的学姐 还有一号跟九号 在咱们上一期发展记中 有一位女嘉宾她叫韩雪 她这个就是说话 还是发脾气好吧 她这个温柔 给我的感觉 她是真正的温柔 你永远得不到我的温柔 我一句话都不想和你说了 你会嫁给我吗 来 八号学姐 我这温柔的小道 打楼打楼我都扒开了 我可温柔了 别别的 你这么等我更害怕了 我这不敢走了一会儿都 一号丢丢 你别别的 你别这么长行吗 你这么长我 这长得浑身都是汗的 我看我可全身人量 我今天我下不去了 你这么做完了 这啥呢 他说你那动静我受不了 你看你那脑子带的 那是啥玩意儿 以前是WiFi 这那咋变这个了呢 你这个不温柔 我变谁了 我也没看着你变呢 你这个嘎嘎给登一命 你变我呢 你是不是 就是一号这也不叫温柔 好 那行 九号 九号再九号小绵羊 九号小绵羊 你说话可是真温柔 你看是外号啊 来 亲爱的 我今天头疼 我就不让你上班 他是不是真温柔啊 一半一半吧 你觉得这也叫一半一半 也不叫真温柔 是不是 小绵羊 我给你找啊 台上有温柔的 14号的一人说到温柔 你还敢举手呢 有温柔 老公 你干啥呢 今天的衣服你别洗了 我来洗吧 你也别做了 你别脸 你别脸 你这么整 你给自己门打开 我都奔着走 我都不能奔着走 我都不能奔着走 正常俩行吗 我起了就了 你看你 这也不是真温柔 小伙子 你说丢就不温柔 什么啊 八号 也不温柔 这 谁谁不温柔 到啥样温柔的呀 你别标准戒了 我告诉你 小伙子 你界定的温柔 除了提到 咱以前的女嘉宾 韩雪之外 这16个姑娘里 就没有一个 符合你温柔标准的吗 有啊 有啊 我再给你找找啊 来 来 三号老胖 你看我温柔吧 必须的呀 好 16盏灯都灭了 但是表现很好 没事 接下来还有个反转的机会呀 爱咋咋地 三号 来 三号最温柔的老胖 掌声欢迎 五号太厉害 那时候请坐到你我愿意 还想再转回家去 想问问 在哪个环节里也等了 就在最后的一个环节吗 是 差哪儿呀 我长这么大啊 我头一次有人说我温柔 就是你 我是有个性格 我感觉 我觉得咱俩在性格旁边还是不合适吧 我就喜欢就是 活泼开朗性格外相型 我不活泼不开朗 我腻儿吗这个 老胖啊 你可得说好了 你要今天定位他腻儿吧 他他不定就得开朗到什么程度了 不喜欢那理由会有很多 但是喜欢那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想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不是那个人 就是谢谢你选择我 那谢谢 那我懂了 好 谢谢老胖 谢谢 我是觉得小伙子 其实他最想找的就是一类型的姑娘 温柔 对吧 对对对 是不是 无所谓 你为啥那么想找一个温柔的姑娘 因为啥呢 我找温柔的姑娘不为了别的 最起码啥呢 你看我在外面就是在不赶紧的回来 所以他一说话了 哎 你想发火发不出来了 你说你再找一个比较厉害点 回来那不干起来了吗 好 好 谢谢老胖 温柔先给你 谢谢 加油 小胸送给他 不知道这小伙子咋样啊 反正这白米赛跑是给小二这种行 意外指数绝对四颗星 跟这个就想找温柔的女人不同的是 下一个小伙子就想找个母老虎 反正你十点半不回来我就开出人睡觉 这啥玩意儿啊 具体这个母老虎得啥样的呢 还得回来继续看啊 有啥意外 全程热恋杂心银戏火爆开场 一号织女许无敌 四号甜音教主小甜甜 五号摔跤女神黑门 八号长腿美女可心 最好看的相亲节目 就在达新一季的全程热恋 没有对象的还懂啥呢 赶紧鱼呗 这位小伙子 人送外号小老虎 来 掌声有请 全程热恋 正面奖 3号 东北野兰 就是霸 多么用 消灯 ends 大家好 我是温潮 今年22岁 来自吉林치로 登空县三个奖 我的爱犬是 哥们人送外号小老虎 今天就要找个母老虎 哦 台上不是使的为名义 是十六位啥 十六位老虎 小婚你觉得是褒义还是贬义 这个怎么说呢 看那个女嘉宾怎么理解呢 你先说你的理解 母老虎是褒义是贬义 褒义 明白了 褒义词 别贬义理解 看看场上 掌上十六位姑娘 对我们这位小伙子印象怎么样 请选择 谢谢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小伙子 根据你的感觉最少面一盏灯了 不好意思 好 来看小伙子第一个短片 你瞅啥 瞅你打电 你知不知道我人生玩号小老虎 我叫万顿潮 今年二十二 来自金陵省东宫县三河 我以前皮特别爆 有一段贪玩的时候 总还打架 在我的世界里 欺负我朋友的必须削他 欺负我朋友的必须削他 欺负我女朋友 那没有办法 只能削他往死里干的 我的原点就是坚决不打女人 从来不握了以后 在外边是皇帝 回家里是孙子 有时候看见别人受欺负 就忍不住上去帮忙 动手打他 有时在车站 一个男人打一个女的 就忍不住了 给他们打了 上官局之后 他们反咬我一口 说两个人在开玩笑 为了我腰肺 通见事让我改变了很多 能尽量能动口 尽量不要动手 你瞅啥 瞅你咋的 你瞅啥 瞅你咋的 我现在开车 运行在六千年左右 勾起闪就什么都会开 我现在找个皮大 厉害点的 对我火爆 对别人温柔 就像我姐那样的 给我姐夫自服背服的 十三号叫甜甜 小伙伴 我们那都是路见不平 一声哄 我看你是一天没事 随便哄 太吓人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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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 能不能那个 好好说呀 我 我血糖 上来受不了啊 小伙伴 你从今儿把我的脾气 勾起来了 你别看我甜甜 那温柔的 别以为好欺负 我要收拾你背服的 要不咱试试 那个 哦 你不要找一个对自己厉害 对别人温柔的吧 你看看 他对你咋厉害 我看他对我温柔 我你看说两句话 你不喜欢对你温柔的 是不是 我现在给你厉害一下嘛 看我怎么收拾你就完事了呗 我看你厉害不出来 那是什么 不是怎么知道的 现在你对我老公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的啊 喂 亲爱的小虎虎 现在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回家 你喝完了没 在酒吧玩呢 你说啥 别听听 酒吧了 酒吧了行 没事 你愿上什么酒吧 酒吧愿啥啥啥啥 反正你十点半不回来 我就开着门睡觉 没吃住啊 让你 没吃住啊 那你是觉得他还是太温柔了是吗 感觉俗话有点温柔 就是跟我俗话就是你看我 赶紧给我一股洗 啥 晚上厌日街我就来一句 哎好嘞我马上去洗 马上去你那样吃啥我给你卖去 哎呀看来你媳妇还得连打着带蚂蚱 被王河对对了 我明白他喜欢哪种类型的了 来12号2点你试试吧 来 给那个啊喝酒呢 那个 干啥呀 你说干啥回来呗干啥 你说干啥 你要家干啥的回来 刚喝呢你看这朋友刚回来 你招什么急叫你来呗 你看都招你这样 行你等我去我把桌子招 对这个比辰之前的列一点 这我正要揍我桌子那样 就去点我家都没了 我直接回家躺下睡觉去了 你喜欢这样的是吗 我跟我就列点行 就他这样的是及格的还是达到标准 还优秀的 及格了及格了 刚刚及格 也那个八十分吧 八十分 中学一百二十分满分是八十分 还差四十分呢 对对 来二号小富士 来 那个 咱俩模拟一下啊 老公在哪呢 吃饭呢 吃饭 跟谁呀 那个跟盘儿他们你没见过 见着朋友明儿朋友 你啥时候回来呀 那个你先睡吧别管我了 不是 我就想管你呢 我就想等你回来 你回不回来呀 那你先来呗 那离人家没对玩 我不想去你回不回来就完了 一句话 那个等一会儿的吧 你看吃饭你呀 这啥玩意儿 不是 你说啥呢 打电话你以后看到东西 你说什么什么玩意儿 你媳妇干嘛都不知道啊 熟时一天切啥的 只不知道啊 要不然明天见不着你回来 回去回去 那我回去 小故事啊 小故事啊 你随身携带那东西也挺吓人的 你是不是从解剖室带来的随手 我是手术室护士 男科手术室的 艳妮姐的台上咱们两个古装的呢 咱两个古装的 有两吗 一号天爱你知不知道啊 那个回男的哈 我家那那儿 那个梅河改边东凤的 不知道 梅河你说过 知道 这一只哈 他是穿越来的 所以他不大知道 这不也穿越过了 这个不是 新来的 上一期播那谁吗 上一期是谁啊 学姐 学姐 嗯 那性格老好了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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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真说他好 还是你不喜欢的 没事他没在台上 你就是喜欢他的性格 还是不喜欢 学姐的性格 真喜欢的性格 你看我手上背伏的 整天说话挺的 对我列的点 对别人温柔点 我高兴啊 能熟识住我啊 明白了 那学姐你看 你看学姐是不是走了 走了又是忙 咱们一圈走了没有了 小伙啊 来晚了他真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咋 咋事啊这是 啊你看名啊 来你看名 你细点 不是啊啊名正对 姐你咋变了呢 姐我早来早来好了 这是婚服 婚服那姐姑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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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郎呢 姐就是穿着婚服 等姐姑呢 哈哈哈哈 哎呀那姐姑也不远了 也快来了 谢谢必须的 我姐真的真没人出来 这真 变化太大了 真的照避一下 我漂亮吗 姐那你那个漂亮 真漂亮 我美吗 美太美了 真的一点不撒谎 姐那我问件事吧 说吧 你爱情线缘敢没敢 原来不是女汉的 汉不汉的 怎么看你爷不爷们吗 现在改了 现在是女汉的汉的不汉的 就看你衣服穿得漂亮漂亮 哎呀 来看一下否则第二个短片 一起来看 我想找个未胖的 不想到她太瘦的 因为来股大风怕刮跑 还为她担心 太瘦了 你说一扒了一颗梗头 让人以为我家庭暴力的 胖点其实也挺好的 杨贵妃还胖的 我一天一下还 谈到两位姐姐都说她胖 其实我感觉挺好的 不断太胖 我曾经对象一百五多斤 我还抱动了 你去给我拿个花呗 你那张是我自己拿去 屁 我不想找个黏人的 因为老爷们在外面干大事 你现在打电话惨的 那干什么大事啊 也不想找个说话嗲嗲嗲的 感觉那种人说话见识似的 早起吧还找个那个 说话嘎不六岁那种 出去办事啥的 还能管住我 还能管住我多少钱 你愿意管住我的钱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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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连好 杰连姐 就是你翻身一把 我感觉她就是被小胖来的 你看那个微胖型的 完了还有岁数都特别合适 但是我特别质疑一点 她说她能暴动150斤的 我不信 那个 我 我没打VL 小胖是打VL的 我想看看 台上四号试一下感事不 小胖 主要怕你啊 你管你使得这是不好 你感觉你行还是不行 我 我没啥行不行的 那你来吧 要 要 我们大人了 还用我接你啊 将心愿努力啊 我们想起来啊 我想跟你叛脸啊 能够倾向你我愿意 还想给个微假剧 不行 打算什么方向 什么防卫 怎么报 那个 四轮定位 你去人家筋如何 多少筋 不是 不是 那个刀没刀150 超过150有点暴动 抱抱 抱抱 加油 加油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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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 你还挺好 挺好 啥事没有 你看好两拨 燕子姐 啊 喜六姐 我觉得那个小伙才是特别有眼光的 就是我们 我和四妹才是真正的潜力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瘦了 肯定比他们更好看 但他们要是胖了 不一定有我俩好看 这个怎么做 这是演员吧 不是看什么找对象 不是看体重什么的 就是过日的 早会过日的 长得好不好看 无所谓 长得好看的 只把他就领不回来 你也不给你媳妇 对 好 这是第二个短片 我们来看小伙第三个短片 回了不行 我这个小舅的 虽然年龄比我小很多 但是每次她姐跟我吵完架之后 她都很会开刀我们 我这个朋友嘛 对哥们之间特别讲义气 然后记得有一次我缺钱了 给他打电话 他对我说 我卡里还有六千块钱 给你取五千块钱嘛 当时我就热泪盈眶 我哥特别能和白酒 拼卖啤酒 谁边干 我这朋友 对女朋友特别特别好 赶紧抢吧 再不想没了 今天我当前现在就为了找对象来了 我撤退了我了 你在哪呢 跟我走吧 虽然十六奖盘都灭了 但是我觉得小伙子今天表现很好 还有一个反转环节 你可以 爱咋咋地 对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爱咋咋地 爱咋咋地 是吧 选择谁呢 四号 几号 四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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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很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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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挺不妙的 愿吗 等啊 有 为什么没等呢 感觉我能死的呀还是什么事 就是感觉有点性格好像太开朗了 然后我也开朗 咱俩有整一起的天天没完没了 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合适 男人在外办事业什么的 你不可能特别老实吧 对吧 你喜欢小胖什么 就是感觉外表好像都说的胖什么的 我现在短片也说了 胖怎么呢 别人想胖还胖不起来 带一个糖龟肥胖胖的 养龟肥胖胖的 怎么说呢我感觉性格吧 挺好的 带一个像王哥上上说的 我俩都拿话了就是抢着来 挺喜欢这样的 我就是性格吧就像王哥 就抢你那几句给你抢舒服了 是不是 我就喜欢找个猎抢着我的 还有小老虎我特别想问你 除了刚才小胖抢你那几句之外 从哪个环节开始 你开始对小胖有 碰人心动的感觉 抱完他之后吧 就是聊天 就是想玩聊天玩说 细节吧 每个人细节 小胖 当小老虎抱起你的那一刻 你的心跳是怎么样的 告诉我 听泪一听 听泪一听 人家为你心跳呢 泪一听当然难受了 跳得挺快 这个你是跟我走呢 还是我抢你走呢 你选个选这个 好 好 好 那个任德姐姐 电台没有警察吧 我想玩算饭吗 这 对 再见 再见 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你抢完了之后 你是抢回家的 你这新娘不不不笼笼笼的 那得有啥用啊 没事慢慢培养 她想走走放回家走都出不来了 家都出不来了 刚才呆着吧 你新娘丑屋屋的 关笼里就不管了 她今天还是不聊就我吧 是 我真是觉得你们俩这口才 其实你俩唠嗷这唠 哎呀就听你俩说相声 这家里的给老有意思 刚才我觉得小伙子很实在 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告诉你 易中人到底是谁 他可以不告诉你 他是很实在跟你说 易中人选了选的不是你 但我觉得跟你交流之后 我更喜欢你 他单纯是喜欢胖子吗 不是 他是跟你交流了之后 他觉得你的性格他很醒 还有一点很重要 当你最胖的时候 他都那么喜欢你 请问你要瘦下来的话 他还会不喜欢你 更何况很明显 他喜欢的不是你的身材 他喜欢的是什么 再一点 你呛他的那一刹那 他找到的那种幸福的感觉 这种感觉尽管太特别了 口味很重 再一次 能带过一次机会吗 真的 今天抱你之后腿也有伤 左腿 不是什么严重伤 就是破掉腿 再一次 就是可能真的还是没有太多的感觉 我就要找一个在那扇门打开的时候能让我心动的 今天这扇门打开的时候我没心动 所以说我也不太清楚 现在就算你说了这些 我不跟你走 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我也不来抢你了 对吧 你也抢不动吧 像暴动暴动来抢也抢不动 我要死坐这儿你估计你也难整 没事 咱俩坐到电台给人家庆祝去的 我谢谢你喜欢我欣赏我 然后也祝你以后找到一个 能跟你走很久的人吧 谢谢谢谢 也祝你以后找到一个 谢谢谢谢 也祝你以后找到一个 你也找一个跟人家在一起的 找个朋友的爱你的呵护你的 这腔腔也能腔腔出爱情来 评里能把小胖抱起来 意外指数三个星 要说这最意外的 咱可属下一个小伙子了 那你这小伙子是跟我来的 小伙子多少钱了 东西是跟我来的 对啊 我估计也就是四号跟我 还有利益大衣柜啥的 不论风响不说 那家伙还带来那巨型礼物呢 咱不多说了啊 如有雷同纯属意外 全程恶恋砸心一季火爆开展 二号就爱撤腾帅哥的王月 七号不要猜李回冬村的堆 九号韩国妹子刘印泽 十号查诺姐周哥 十六号十六姐好家美 最好看的相亲节目 就在砸心一季的全程恶恋 没有VC爱的还是啥的 赶紧一季的 大家好我叫颜春饼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 就算全世界都误会你 所有人都灭你的灯 我懂你 我喜欢你 女神 我带你回家 哎呦 又是一个笨自己的女神来的 是吧 对 指向性很明确啊 那你们大声地告诉我们 你的女神是 保密 多多少少可以给你们一点提示 你们都可以猜一猜 误解 有很多人误解她 是吗 这是提示一一 她也许你们看来不是那么完美 但是她是我心中的女神 哦 没有 那你这小伙子是笨我来的 你不想我给你分析啊 第一 说女神 我现在不是台上公认的女神吗 试试 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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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你说总被灭灯 没人理解我 就你能理解我 我总被灭灯 然后你还这么了解我 你是笨我来的 读别在那自作多情了 人小伙子穿着衫 人小伙子都穿着衫 人小伙子都穿着衫 对是不是奔我来的你 十二二二男 我估计是不是奔我来的 这怎么还往外推了呢 因为我从上台来就没有人灭过我灯 你这就是最低调的炫耀 是 他出来 刺激我们这些被灭灯的吧 你就说你是最完美的是不 能不能把二二灭了给我们长长脸 反正她都说你不是奔她来的了 我估计也就是四号跟我还有利用大衣柜啥的 来 先选一下一中人 我得先知道 好嘞 场上16个女生觉得我们这位小伙子感觉怎么样 请选择 这也十二号二男呢 我先下手为强 就不让别人灭 就不要灭我 好吧 那小伙子 接下来该揭晓答案了 我看你怎么灭灯吧 根据你的感觉最少灭一战 好吧 你确定啊 你确定啊 小伙子都灭完 最后指令留我了 你瞅瞅 现在的范围又缩小了 哎呀这小伙子你太聪明了 我看看啊台上 3号老胖 8号学姐 13号大衣柜 14号丽莺 16号16姐 一个同样很多的也被你给无形中灭掉 谁啊 4号小胖 你告诉我这灯问错了 我没有问错 不是那 那我16姐是怎么个情况 她是女神 刘灯的都是女神 看着没有小胖啊 女神和女神经的区别 本来我俩是一条省上的蚂蚱 你就给我俩劈开了 硬生生的把我腿拽折了 老妹等那个下班之后 哥安排你吃饭吗 吃啥呀 老妹长春是你随便点 妥了 小胖啊 你别忘了你跟王哥定的90斤 不吃了 这个等等等到我到80 你再请我吧 来看小伙子第一个短听 我叫阎春明 我是一名高铁生产员 月薪七千 我这个人干啥都专业 就连交朋友 我都做得很专业 别人交朋友论个儿 我交朋友论团队 我的朋友都是来支持我的 奔舞的女神来的 我叫刘炎 我的爱情虽然是 12米长的衣柜 容不下我的摆片 看我摆片精彩不断 2015年3月1号 我们第一次上台 自从你上台以后 本来没什么业余爱好的我 每天都在追你的节目 给我介绍一下 我现在自己 就有一个12米长的衣柜 你喜欢衣柜 为了你我专门去商场 给你挑选大衣柜 2015年3月15号 我在节目上看见丽莹总挤兑你 说你败家 一个月好几千块钱买衣服 这不全是败家吗 你这不是奔着跟男人 过日子结婚生死去了 你这是 随属上天家 祸不人家了 今天我来了 说啥也不能让丽莹再欺负你了 你喜欢纯爷们 为了给你安全感 我努力练出六块腹肌 我虽然现在只有一块腹肌 但是你放心 我很快就能练出六块 2015年5月10号 你在电视上说了你的感情 她说刘衍你不是我最开始认识那个刘衍了 你现在就是一黄脸婆 就是一家庭小丑妇 我在你身上没有新鲜感了 所以我才能去别的女人来找安慰 我不爱你了 我看完节目之后 气得一宿没睡觉 跟我在一起之后 以后你想话就话 不想话就不话 谜底揭晓了 十四号立英 小伙你就说 我当初我不那么挤对她 能看见今天的大衣柜吗 所以正因为你旁边站了我 才有今天你的改变 真的很感谢丽莹 这么长时间一直陪伴着大衣柜 你应该说这么长时间一直欺负我 不是你这话说的俨然 你们家大衣柜已经是你们家的了 是 一直陪伴着我们家大衣柜 你就多不容易啊 不是小伙那今天我就作为大衣柜的姐妹 我问了你啊 大衣柜现在变成这个形象 那你是比较喜欢她过去的那种形象 还是现在这个形象呢 你喜欢她的原因是什么呢 还记得我在家里的时候 看电视的时候全程热恋 我看见大衣柜走向屏幕的那一瞬间 我就深深地喜欢上了她 后来我慢慢地关注她 关注她 我就关注她节目 了解她 我就更加喜欢她了 上一期节目的时候 她 讲过她 只和之前的男朋友 令我更加心痛了 我知道大衣柜想要的 并不是真正的衣柜 我认为大衣柜需要的是一个 能包容她 理解她 爱她 疼她 我就是这个男人 我今天来了 如果说我和大衣柜能走到一起 以后我为你摆遍 什么是真正的喜欢呢 喜欢就是 当我说喜欢你的时候 我早已懂你 默默地在心里 小伙子做到这一点 好多人都误解 大衣柜拜金啊 现实啊 物质啊 所有这些 你全都想好了 是不是 你全都懂了 我懂她 有多懂 懂她 我把她接回家 好 爱转角 你见了事 是否有爱情的美 爱转角 以后的街 能不能由我来陪 爱转角 你见了谁 我有些大男子主义 但我从来不向我的女朋友发脾气 我不爱做家务 但是我做饭很好吃 以后你跟了我 我变成花样的给你做好吃的 还有最重要一点 我谈过两次恋爱 不知道你见不见 我问你打道的衣帽间 大衣柜 跟她走吧 大衣柜 嫁给她吧 大衣柜 给我们她走了 留言嫁给我吧 世界这么大 我想骑着摩托车 带你出去看看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为什么 跟我在一起之后 我选择为你百变 永远是我心中的女朋友 留言嫁给我吧 留言嫁给我 大衣柜我想对你说 世界这么大 我想骑着摩托车 带你出去看看 如果你觉得这份惊喜不够 下面还有更大的惊喜 兄弟们上 哎 你瞅瞅你看看啊 这小伙子多霸气啊 房子也买了 是摩托车也骑上来了 一声令下一招手 哎 这是几个人 一二三四五六 妈呀 六个人搬多大的东西上来了 这是啥东西啊 总说大衣柜大衣柜的 不能真把大衣柜等上来了吧 对啊 反正我不管是大床马子 还大衣柜啊 就这用心 意外指数完全五个星 全程热恋炼 全程热恋砸心银戏火爆开整 一号织女许无敌 四号填音教主小甜甜 五号摔跤女神黑门 八号长腿美女可心 八号长腿美女可心 最好看的相亲节目 就在砸心一击的全程热恋 没有陛下的还等啥呢 赶紧赢的呗 兄弟们上 大衣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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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希望你可以下来 来 请你到台前 掌声有请13号大衣柜有请 大衣柜 大衣柜这是我送你的第二份银行 你准备好了吗 我这 我刚才看着六个小伙子 抬着大衣柜 我就足以见得 我说这份用心呢 还有什么能比这个 更代表一个小伙子的诚意呢 是 这大衣柜 只有你有权利打开它 我希望你把它打开 好多的玫瑰花瓣 这是 这是咱家新房的钥匙 我原计划买一个90平的房子 短片之前也看了 后来我决定买个110平的 就为了给你打造一个 你理想的衣柜 给你一个理想的衣柜 还有的就是说 所有童话你们都知道 黄冠只有公主可以戴的 今天大衣柜就是我的公主 就是我的女神 我要为她带上这个黄冠 戴上黄冠 你是咱们现场 最漂亮的美丽公主 你也是我的女神 让我给帮你戴上 好美啊 现在我到现在都没缓过神了 就像梦一样 我看见以前 我看见台上的姐妹们 都被一个月带走了 我是质疑生最大的 也是被误解最多的 我是质疑生最大的 我没想过有一天 有一个男孩 真的会为我来做这些 我现在 说不出来什么感觉 幸福吗 感觉心里是甜甜的 我曾经我记得我第一天 来这舞台我就说过 我说总有一个男孩 他会不怕我败家 来把我带回家 今天我等到他了 我等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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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姑娘国内国外的 哪儿都有 男生的感觉没有影响没有 你到这边来 就感觉我说话 就怎么都不一样了 村都没老师 看你头皮 在那儿玩毛线呢 高色洋底 咱俩还真不合适 村东北的相亲 你可得了吧 昨天你就第三者叉子 我们俩在那儿好好的呢 看下你来一个样子 就在下周全新一季 名义整形全程热烈 夏娃你来啦